日本女演员童谷美龄与同事演员的三浦相评 在近日宣布结婚的喜讯 近日媒报道 两个人已经在7月24日注册结婚 童谷美龄目前没有怀孕 婚后工作如常进行 仪式和婚恋还尚未决定 同时两个人也通过双方事务所发布了正式声明 童谷美龄还发布了INS 感谢一直以来支持她的人 看来这对超洋眼的CP已经下定决心 要走入人生的新阶段了 实在是可喜可贺 看这二人的合照 颜值不要太搭 而曾经入选过全球最美面孔的童谷美龄 不仅脸蛋精致 颜值超级能打败 她的私服也非常有借鉴性 童谷美龄偏暗裙装 且能将长裙穿得很有味道 最最基础的搭配就是T恤加半裙 简单又舒适 再搭配一款手包 随性中不失精致 还有这种长款的连衣裙 童谷美龄会选择带有设计元素的款式 无论是吸睛的交叉绑带设计 还是个性剪裁的one piece连衣裙 长度刚刚好到脚踝上一点 丝毫也不压格 反而很显高调 虽然身高不够高 但搭配上腰风腰带 塑造小麻喵的同时 也能更显身材比例 这种深色细互相搭配的look 在童谷美龄的丝罩中有很多 高领衫搭配吊带裙的蝶穿 不过太过性感 一点点清熟发看起来刚刚好 牛仔外套搭配连衣裙 颜色深沉 但青春气息十足 度假装选的蕾丝衫搭配牛仔裤和凉拖 日常又清新 本来就超级瘦的童谷美龄 穿起来短款上衣 也是实力秀小麻妖的 圆环而是灵动又可爱 很衬她的娇小身材呢 穿完了清新反而 浓重压力的颜色 对于童谷美龄来说也没什么难度 慵懒成熟的发搭配深蓝色的蝶衣裙 再配合棕色的长靴 演绎成熟的大女人气质 松石绿的蝶衣裙搭配铜色 细的外套和包包 一身铜色细搭配 虽然复杂但十分和谐 梅红色穿起来 真的十分吸睛加撩忍 同样是梅红色的唇高呼应的非常到位 上衣选择灰色来中和下妆的彩色 整体不过过分鲜艳 吸睛度和高级感都有了 不饱和色调 仿佛适合每一个人 铜骨美龄用黄色的上衣搭配到绿色的白褶裙 明媚和温柔感 真的很衬她的气质 枯玫瑰色既有少女的羞涩 也有女人的五内感 上衣和裙装是不同深浅的铜色系 像是套装一样的和谐 而且腾刺感十足 浅蓝色的等连衣裙 像是蓝天白云一样的清爽衣人 威领搭配高腰 显瘦又能很好的调整比例 灯笼秀 流出配合民族风花纹的收变 异域风情别有一番韵味 明媚和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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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媚和温柔